學生們佔領立法院的反覆貌黑箱學潮 現在已經進入第四十個小時 這幾天各大國際媒體都報導了 尤其CNN更是有大篇幅的報導 在這次的事件當中也看到了公民記者的重要性 在CNN iReport公民平台 台灣女學生報導立法院遭學生闖入抗議兩岸服貌協議 上頭還出現反服貌專區 許多現場學生在這個地方上傳引音新聞 48小時內也引起CNN媒體高度重視 發布正式官方文稿 文稿上方斗大標題寫著上百名學生 占領台灣立法院反對大陸服貌 更有多張學生在場外靜坐 以及在場內舉起抗議的照片 CNN記者根據iReport新聞 台灣學生上傳內容撰寫成官方文稿 並有多名CNN記者支持撰文 除此之外 英國廣播公司BBC網頁上 也有台灣318學運新聞 也可以看到台灣學生抗議聲音 而日本朝日新聞 韓國媒體也報導台灣立法院混亂情形 台灣學生的反服貌行動影響持續擴大 這一次他們選擇上傳CNN新聞平台 擴大了吸引各界關注力度 國際中心業以柔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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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JRBBC網頁